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传我一段省势行言,据说是南非一间大学入口的地方刻住的一段说话,原文是英语,我将它简单译成中文。 它是这样说的,毁灭任何国家,不需要使用原子弹或远程导弹,只需要降低教育质素,允许学生在考试里作出欺骗的行为就可以了。 因为病人会死在这些医生手上,建筑物会倒塌在这种工程师的手里, 金钱会失落于这一类经济学家或会计师的手上。 人道思想会死于这种宗教学者手中,正义会消失于这种法官的手上。 而孩子的无知是源于这一类教师,教育的崩溃就是国家的崩溃。 看完这段子,我相信大家都心同感受,不得不承认香港教育已经崩溃,至少也贫乱崩坏的边缘。 就举一个现例,上个月中,东华三院黄斐南中学,一个中五学生林泽俊向评机会投诉, 他公开挑战学校禁止男生留长头发的校规,认为这个校规是违反性别歧视条例, 男生不能留长头发,女生长头发要扎边,学生不能染发,女生校裙要及塞, 男女都不能化妆和戴首饰,这一类都是正常的校规,入得学校就要遵从。 所以,林同学对校规的不满,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就是,其实你可以离开。 香港胜在有选效的自由,不喜欢女校,可以选男女校,不喜欢校服是旗袍,可以选一间穿水手装, 不喜欢基督教,还有天主教,佛教、道教、孔教、母宗教给你选。 香港好自由,不喜欢可以离开,没有人阻你。自由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路, 而不是要所有人跟从你的路。任何年代都有反叛和喜欢挑战权威的学生, 校规也不会所有人都认同,但这是孩子学习手法的第一步。 有些事,就算你不喜欢,不同意,也要遵守。正如很多平路的汽车限速是50公里, 我相信没有一个司机会喜欢这种归促,但我们都会遵守,因为那是法律。 年轻的时候习惯守规矩,长大后就会守法律,这是一种正常的教育。 但是,今天在学界和社会就得到不正常的反应。 这位挑战校规的林同学最近被《明报》周刊以专题形式歌颂, 用超过4000字的报道,将一个和学校作对的学生英雄化, 又创作了洗脑的新词,说不准男生留长头发,是性别不友善校规。 还找来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副教授郭勤博士, 来都为林同学助攻。他说,如果他们的需要不被重视, 精神健康上是高危的。一份入学校的报纸, 一个培育教师的学者,竟然公开对违规的少年大力吹捧, 手法很有当年捧红黄之锋的影子。 为什么民主是一人一票选举的呢? 我以为是因为要小数服从多数。 但是,原来当他们不是大多数甚至是极小数的时候, 这些人又会搬另一套龙门出来解读。 他们说,小数服从多数其实是压制弱势社群。 当做教育的人都开始愚弄和欺骗,破坏传统、轮亡道德。 社会的崩坏,其实是现在进行式, 不奋力挽救,崩塌将会重临。